见到第一线 第3697章 守剑者 天命人 一剑之间 金蝉浮诛 未曾有任何抵抗之力 就那般在眼前消亡 晨曦和林寻对视一眼 心中皆无法平静 他们各自的一生 也和金蝉有着说不尽的恩怨 这只金蝉 曾行走17个混沌纪元 早在他们各自正道生命道徒之前 就已是一位堪称无上的传奇 而今 目睹这样一个和自己斗争了万古岁月的传奇 就这般从世间凋零 任谁心中又能不感慨 诚如苏毅所言 敬金蝉 便是敬自己 抛开那些恩怨血仇不谈 只以大道而论 此人之气魄 手腕 道横 的确让人无法不敢配 生来只有18岁 一个混沌是一年 这金蝉终究没能活到真正的18岁 晨曦轻语 这 就仿佛蝉的宿命 蝉不知秋冬 下重不可与兵 何也 命也 大道路上 各自皆有自己的命 若无命 何一生 都是踏足生命道徒的存在 正因为参悟和洞察到生命的真谛 才会深刻明白 命之一字 何等之旋 大道之争 向来如此 林寻道 不过 我也没想到 他竟连剑客道兄的一剑也挡不住 苏毅转过身 道 若无两位将其牵制到此刻 我怕是 无法如此轻松地将其杀死 林寻忍不住笑道 道兄不必谦虚 我和陈希道兄 又不是缺心眼 岂会不明白那一剑之微的分量 陈希也笑了 诚如林寻所言 之前那一剑 便是换作金蝉巅峰时 也注定挡不住 这就是他们和苏毅之间的差距 苏毅却认真道 我之所以能够有今日之成就 何尝不是 多亏了两位道友当初相助 当初是陈希将轮回之密赠予 自己第一世 由此让第一世 踏上轮回重修之路 而那一把蕴含一股 生命本源的腐朽剑鞘 则来自曾被林寻 掌控的众妙道树 除此 早在很久以前 陈希和林寻 曾专门邀请他的第一世 前往众妙道须 要和剑客一起参悟生命道徒 虽然当时的第一世拒绝了 可对苏毅而言 这份邀请本就弥足珍贵 苏毅掌心一托 两道光团浮现出 这是我踏足生命 道徒前后的所有感悟和心得 虽然和两位道友所求道徒不同 但却可以拿来借鉴 集思广义 还请两位收下 陈希和林寻都不禁动容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陈希笑着 结果其中一个光团 欠别人人情 我兴许或犹豫 但欠道凶人情 我求之不得 林寻也笑着收下了那个光团 彼此都早在很久以前 就已结实 自无需客气什么 苏毅笑道 待两位参悟之后 咱们一切论道 交流一番 我踏足生命道徒的时间尚短 有不少地方都需要向两位讨教 陈希和林寻自然痛快答应 眼下他们两个负伤虽惨重 但不足以致命 恰可以在疗伤的同时 参悟苏毅所赠的修炼心得 当即 两人盘膝而坐 静止修行 这种看似随意的举动 却让苏毅微微一笑 这就是大道之友之间的信任 苏毅拎出酒壶 目光环顾四周 金蝉死了 但金蝉临死前说的那些话 却有自萦绕在耳畔 是啊 金蝉为何知道自己 不属于涅槃混沌 又为何确信 自己能够打开天狱之门 若是能找到展仙客 或许就能从他口中得知答案了 苏毅想到这 又摇了摇头 以展仙客之前显露出的态度 怕是 无论自己问什么 也不会泄露任何事情 嗯 苏毅忽的转身 目光望向那混沌荒野最深处 一座混沌遗骸上 展仙客头枕双臂 躺在旗上 一个米粒大小的诸如 则立在他的耳畔处 大人 小老很是不解 明镇守于此四十九个纪元里 如今已经等来天命人 却为何不把当年的事情告诉他 诸如须发如雪 先锋倒鼓 可说话时 却客客气气 恭恭敬敬的 往昔的事情 等他离开这座牢狱之后 自然就清楚 无需我来说什么 展仙客耸拉着眼皮 似乎快睡着了 声音也很含糊 可他肯定不会知道 这四十九个纪元里中 大人您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和牺牲 诸如老者忍不住道 说不准他心中还在警惕和戒备大人 是大人为潜在的威胁 言辞间 带着不甘 无法理解展仙客 为何不愿和那个天命人 敞开心扉地谈一谈 说这些作甚 矫情 展仙客嘴里哼起了一声 老子只是在做该做的事情 付出的代价也是自找的 何须去跟那小子卖惨叫苦 老子又不需要他感激 也不在意他是否念我的情 说着 他忍不住想喝酒 旋即才想起 之前已经把最后剩下的半壶酒 赠给了苏毅 诸如老者叹道 大人之胸襟 小老自恨不如远胜 少扯淡 老子心眼可小得很 以往无论谁背后骂我一句 我至今可都还记得清清楚楚 展仙客眸光望着天穷 懒洋洋道 老神仙 你就不必在位 我鸣不平 我也明确告诉你 别试图挑唆我去 把酒欲剑夺回来 诸如老者脸色顿变 连忙低头道 大人多虑了 小老断然不敢 展仙客没有理会 诸如老者的态度 只轻声道 你若不死心 仅可以试试 当年我能把你这位 清明道御的混沌天地镇压 如今 哪怕我沦落到今日这般地步 可要取你性命 也一如反掌 诸如老者浑身颤抖 嘴中连说不敢 展仙客一声痴笑 你有什么不敢的 依我看 你心中恐怕巴不得 天狱之门外那些老杂毛 杀进来吧 诸如老者浑身颤抖得 愈发厉害了 还装 展仙客户的抬手 把米粒大小的 朱如老者 捏在了指尖 放在眼前 朱如老者的神色 也被清楚 看在展仙客眼中 展仙客 你折辱了本作多少年了 还不够吗 有种你现在就杀了老子 可你也必死无疑 这一刻 诸如老者浑的 私生大吼起来 那张词和温润的脸庞 却扭曲猙獰 充斥着给怨恨和暴力的气息 展仙客笑眯眯道 这才对嘛 清明道玉堂堂的 第一仙宗执牛而者 装可怜算什么 只会让我感到恶心 不过 展仙客话风一转 我不会杀你 我要让你亲眼看一看 当年被你们欺辱和打杀的那个凡尘少年 以后是如何踏破清明道玉那片天地的 诸如老者宁笑 是吗 可在本作看来 那狗屁的天命人 哪怕回来 只要他打开天狱大门那一刻 就注定必死 展仙客屈指一谈 诸如老者就跌坐在耳畔处 狼狈地捂着脖子 剧烈咳嗽起来 那就等着瞧 展仙客声音呼得低沉下去 道 他若做不到 久遇见无非再另选一个天命人 只不过 我不会再为其互道了 诸如老者捧腹大笑 挖苦嘲讽道 你展仙客 作为当初最神秘的一位守剑者 大半的性命本源都已被斩 如今的你 历经四十九个纪元里的魔石 早已人不人鬼不鬼 还有什么资格去互道 诸如老者满脸的怨恨 咬牙切齿道 久遇见本就不该由一个 卑贱如以的凡人指掌 而你展仙客 当初却帮那个 蝼蚁盗走了久遇见 何止是有眼无珠 简直就该天诛地面 这一刻的诸如老者 肆无忌惮地大骂着 歇斯底里地咆哮着 壮若风魔 展仙客躺在那 充耳不闻 闭着眼睛 仿佛睡着了 守见者 天命人 在清明道语 也只寥寥一小撮 存在知道这两个称谓 意味着什么 嗯 会对 展仙客 眼眸睁开一道缝隙 同一时间 在那混沌最深处 那一扇黑暗的牢狱门户前 悄然出现一个蝉褪 那蝉褪呼得燃烧起来 化作一道璀璨的金光 像一道异端矗立在虚空中 另一端 则掠入那接天通地的门户之内 整个牢狱门户 剧烈动荡起来 一道身影 竟是撑破那黑暗门户的阻挡 一步之间 踏上金色神红 降临在这混沌荒野中 第3698章 狱外降临 原本正在癫狂般 私叫怒骂的诸如老者 呼得正主 旋即 他仰天大笑 狂喜道 好一个金蝉 虽然被杀死 但依旧还留了后手 化作了一条 可从外界 进入这混沌荒野的桥梁 展仙客悄然做起身体 金蝉脱鞘 蝉死了 可却成了一记后手 这次倒也有些手段 诸如老者大笑 展仙客 说这些作甚 已经都晚了 你和那被久遇见选中的 凡尘蝼蚁 这次都得死 展仙客掏了掏耳朵 却又懒洋洋躺了回去 是吗 那就看看 你口中的凡尘蝼蚁 是否能活下来 诸如老者一正 你不出手 展仙客道 老子都快被你骂死了 哪还有心情出手 诸如老者冷哼 根本不信展仙客的说辞 同一时间 苏毅也已被惊动 那一个缠退化 做一道红桥 进入牢狱门户的那一幕 也已被他禁收眼底 至此 他总算明白了 金蚕之前提出 那个交换条件的真正意图 这家伙早留有后手 一旦自己真答应 让他去看一看 牢狱外是怎样一个事件 这家伙必然会借助那个缠退 引来牢狱外的大敌 杀自己一个措手不及 这家伙临死前都在谋生 手段也如此出人意料 倒也称得上厉害 苏毅暗道 心念转动间 苏毅已经看清 那脚踏红桥 降临混沌荒野中的一道身影 那是个羽衣男子 衣袍雪白 头戴混圆巾 周身流转着一条 如瀑布般的银色星河 随着羽衣男子降临 整个混沌荒野轰然一阵 天地本源力量 都遭受到可怕的压制 其威能之圣 完全不逊色于之前 斩出第三剑之威的斩仙客 不 甚至还要更厉害 哪怕相隔无比遥远 苏毅都能感受到 一股无法形容的威亚 那是大道境界上的差距 几乎同时 正自疗伤的陈希和灵巡 也被惊动 纷纷起身露出凝重的神色 好恐怖的威势 那与一男子 该是何等存在 苏毅呼地笑道 两位道友 道无止境 这不正是我们前来混沌荒野 所渴望见到的 陈希和灵巡对视一眼 都不禁笑起来 心境皆生出万丈豪情 大道求索 最怕的不是生死 而是在苦苦求索之中 看不到希望 行走过十七个混沌纪元的金蝉 就曾体会过 看不到希望的痛苦和煎熬 而他们又何尝不如此 眼下一位牢狱之外的恐怖存在降临 这对他们而言 的确就像亲眼看到了 更高的一条道徒出现 任谁能不振奋 昭文道 惜死可以 对他们这等存在而言 这句话可不是说说而已 哄 混沌荒野在剧烈动荡 那与一男子 威势实在太盛 压迫的混沌荒野 直四要炸开 而他的目光 则如一对冷电般 一扫之下 就先已发现了展仙客 诸如老者 随即 又看到了苏毅 陈希 灵巡三人 一抹冷窍玩味的微笑 出现在与一男子唇角 守见人 你不是叫嚣有你在 我等就无法抵达这座天狱呢 与一男子开口 声音如中庆般 轰然回荡天地间 你再叫嚣 我一指头摁死你师伯 展仙客漫不经心开口 又漫不经心地抬起一根手指 按在了诸如老者脑袋上 一下子把诸如老者 压迫得跪倒在哪 诸如老者满脸屈辱之色 而这一幕 则让与一男子唇角的微笑凝固 脸色都变得铁青起来 因为 这诸如老者 正是他的师伯 却见诸如老者咬牙说道 莫要理会展仙客 这家伙已是垂死之身 命不久矣 与一男子道 原来如此 我就知道 当年斩了守剑人一半的性命本源后 此人断不可能还有机会恢复 原来在这四十九个纪元历中 他也快撑不住了 诸如老者道 你放心 这家伙断不会出手 你快去收拾那天命人 夺回九玉剑 对对对 快去杀了天命人 我保证不出手 展仙客扯着嗓子笑着开口 他依旧躺在那 手指按着跪在那的诸如老者 不过并没有阻止诸如老者 和羽衣男子对话 羽衣男子 瞇了眯眸 道 师伯稍安勿躁 他大袖一挥 哄 一道紫色霞光席卷 融入那一道 由缠退所画的拱桥中 下一刻 竟在有两道身影 从那一扇牢狱之门内掠出 降临在混沌荒野 一个是肌肤圣雪 美丽绝俗的青肠女子 背负一把雪白的剑鞘 一个是长发披散 面容冷硬 艳和虎须的中年男子 手握一把血色长毛 当两者驾铃 身上散发出的威势之圣 俨然不弱于那羽衣男子 整个混沌荒野的天上地下 都变得狂暴动荡起来 不过 也就在这两人出现后 那由金蝉的缠退 所画的一道红桥 彻底崩坏凋零 消失不见 显然 这红桥的力量 已被耗尽 无法再从牢狱之门外 接引人前来 可饶是如此 还是让人感到压抑之极 晨曦 灵循的神色都已变得凝重之极 便是苏毅也皱起眉头 一个羽衣男子 就已强大到不可揣测的地步 更何况 还有另外两人 展仙客低声咒骂了一句 还是和以往一样不要脸 玄机 他呼得扭头 大声道 他们擅闯天狱 也已没有退路 若你死了 我为你收尸 这番话 明显是说给苏毅听的 并且 展仙客依旧躺在那没洞 一副势不关己的姿态 分明不打算插手 苏毅道 我若活下来 阁下能否为我一解心中疑惑 展仙客顿时有气无力道 没得商量 苏毅 与一男子见此 则终于断定展仙客不会出手般 当即和那清长女子 中年男子一起 挪移长空 朝苏毅他们这边掠来 轰隆 三者毫无顾忌的事 放出各自一身气息 人还没到 可那一身杀鸡 早已铺天盖地般 把苏毅他们所在的 那片天地封锁 陈希和林荀 各自祭出自己宝物 眸光沉静 未曾被影响不说 一身战役 反而像受到莫大刺激般 轰然沸腾 可此时 苏毅却呼地道 两位 这一场仇怨 冲着我一人而来 还请由我一人来解决 若我真撑不住 两位再出手也不迟 陈希和林荀 彼此对视 最终都答应下来 轰 几乎同时 苏毅身影一闪 破空而去 那俊拔的身影上 有莫测的大道神机流转 一股无法形容的纯粹剑意 也是扶摇而起 扩散十方 原本被与一男子三人 那一身威势搅乱的混沌荒野 竟是被苏毅那一身剑意压制住 连与一男子三人 各自释放出的威势 也遭受到冲击 轰 直四天崩地线 苏毅一人的剑意 和对方三个人的威势对撞在一起 在这混沌荒野中掀起飓风般的毁灭洪流 陈希和林荀皆眯起眼眸 禀心灵神远远观望 展现刻意跟手指 按着跪在地上的诸如老者 一手抚摸着下巴 同样也在观望 肉眼可见 苏毅那一身剑意 静堪堪抵挡住了与一男子三人的威势 呈现出分庭抗礼之势 哼 与一男子一声冷笑 身上气势骤然暴涨一大劫 伴随一声惊天动地的轰鸣 苏毅那一声剑意顿时被压制 同一时间 与一男子 清长女子和中年男子一起 撕裂长空 暴杀而来